昨天刚说了凯特的一些嘴嗒朋友帮他解释了近况,可惜的是,现在这情况已经不是其他人解释两句就能平息的了,而且这些嘴嗒说了一大堆,就是媒体重点凯特为啥就是不出现,今天后续来了,他被人看到了。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凯特和威廉周六上午带三个孩子去做体育运动,三个孩子完,他俩在一边看着。 接着,有目记者称,在温莎看见了这对夫妻,他们出现在一间农场商店,一起买了些东西。 谣言四起之际,我很惊讶看到他们在呢。凯特出来了,和威廉一起,他看起来很开心也很健康,孩子们没跟他们在一起, 不过他已经恢复到能出来逛商店的地步了,还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下图就是他俩出现的商店,距离他们家阿德莱德小屋Adelaide Cottage只有一英里左右,此前他们也逛过这里,温莎,商店,乍看上去挺合理,目记者说的也有鼻子有眼的,可就是没土。 照理说,无论是体育活动还是商店,周边都应该有些群众,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没有任何人留出任何一张图。 太阳报文中的确附了图,但是是旧图,去年五月的,得仔细看图著才能发现,太阳报用的旧图。 而且太阳报这家媒体,说委婉一点,那就是并不以报道准确而著称。 早在2019年,VT就已经不再将其列入可靠信源了。 VT已经在2019年ban了了太阳报,所以对于这则消息,我们只能持保留态度,暂时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网友们的看法也差不多,基本都是存疑。 凯特在温莎农场被目击,可没有商店员工采访,报道均没说目击者具体身份,不知是不是员工,也没有照片视频。 原话在太阳报和每日邮报传了两遍。 大家觉得,这故事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来自推特网友评论,哈哈真是好消息呢,大家凯特没事,在外被看到了。 就忽略掉媒体们用的照片都是六个月前的库存照好了,没啥好看的,他们好像觉得我们都傻得一样。 来自推特网友评论,假新闻罢了,谁都没有照片,我不信。 来自推特网友评论,活动当中没有人拍到照片,感觉很疯狂,当前所有媒体附的图都是去年的旧照,真的好奇怪。 来自推特网友评论,所以你跟我说,在温莎所有这些目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带了手机或相机,也没有人向太阳报透露自己的名字,感觉哪哪都不对劲啊。 来自推特网友评论,所以他们拍到了凯特和他妈妈坐车的照片,拍到了他和威廉离开温莎的照片,但他突然出现在某个商店,然后那里没人偷拍一张,你指望我信这个。 来自推特网友评论,不过目前也有消息称,凯特可能会和一家人一起参加复活节周日的沉岛活动,也就是3月31号,但目前还没有定下来。 据说凯特可能会参加复活节周日沉岛活动,消息是每日电讯报方出的,相对来说,电讯报要比太阳报靠谱很多,至少VT判定它是可靠信源。 电讯报在VT是优质信源,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复活节当天。 电讯报这篇文章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之前各个媒体说的都是凯特最早会在复活节后出现,之前的报道都说凯特会在复活节后出现, 本以为复活节后说的就是3月31号之后,但电讯报做了澄清。 皇室会从3月22号开始放三周的假,孩子们到4月17号才会返校,而凯特最早开始工作,也不会早于4月15号,凯特最早不会早于4月15号。 合着复活节指的是复活节假期,这一下又往后拖了至少半个月,emmm这很难听,感觉留言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此处我们不妨看一看专家的意见,每日邮报请了王室专家Tom Bauer他的看法是, 肯心顿公对母亲节照片的处理也就是不处理,令人震惊,在凯特需要恢复的阶段,他们没能保护他。 周六这次被意外看到,更说明他们一点教训都没学到,我相信他的助手们现在都处于恐慌状态,上周的谣言刚刚平息, 他们就允许他再度点燃民众的好奇之火,而这些东西本该是他的隐私,他的助手们明显无法决定, 到底该采取什么策略,也无法和威尔士夫妇达成一致。 凯特每次出现,只会引发更多的疑问乃至阴谋论,尤其是像周六这样,既没有图,又不更新他的健康状况。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结局一定会很糟,感觉Bauer的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王室要么就打死不回音,要么就彻底透明公开,没有手术两端的余地。 像现在这样隔着云雾隐约看到一个庐山,只会让人更想看到庐山真面目。 其实今天谣言就已经发展出了新版本推上现在盛传,英国好多政府部门降了半期, BBC在一旁待命,因为查尔斯或者凯特在圣帕特里克节当天过世了。 在英国,一些政府大楼已经降了半期,到底发生啥了?是查尔斯过世了?还是别人? 所以最近有些传闻说凯特失踪数月,正在谋求离婚,因为威廉出轨了。 而现在BBC正在待命,等待一重要的皇室声明,推特都在说查尔斯已经过世。 大家疯狂刷新推特搜索栏的样子,be like。 目前有传闻说,查尔斯已经去世,并投胎到了吹上PITES美国一网红,正义托多子宫里。 我们知道是谣言了,但如果是真的呢? 同时,查尔斯国王这个tab也上了推特热搜,当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传言是真的。 所谓BBC正在待命,政府大楼降半期等消息,目前仅在社交网络上流传,上没有任何一家主流媒体报道了相关消息。 相反,今天倒是有报道称,查尔斯决心要参加6月的阅兵式。 虽然每日邮报也经常不靠谱,但应该还是比推特传闻要可信一些。 综上,目前的情报大概就这些,感觉传言已经越来越不受控了这场风波很大程度去掉了英王室的威严和神秘。 大家发现即便是传承那么久的家族,但是也是很草台的。 哪怕凯特现在立刻恢复完好跳出来,大概也会被怀疑是提升吧,终于拍到凯特王妃最新状态了。 据全球两大八卦媒体TMZ和太阳报消息,他们曝光了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上周现身农场的视频。 视频中,凯特充满活力招惹争议。 当天,威廉和凯特都穿着休闲装,左手各提着一个白色购物袋。 凯特身形又高右手,把黑色紧身裤塞进袜子和运动鞋,搭了一件拉链上衣裳,头发披散着。 威廉穿着蓝色牛仔裤,运动鞋和夹克,棒球帽拉得特别低,遮掩了半张脸,但外媒表示是他。 距离凯特王妃消失已经八十多天了,这回的露面让大家充满了新鲜感。 凯特看上去轻盈不少,目击者也透露,在谣言四起后,看到他们出现,我感到很震惊。 凯特与威廉并肩购物,他看起来很快乐,身体状况也很好。 尽管凯特看上去健康,放松,但是仍有不少网友发现疑点,认为这回露面的仍然是凯特替身,而非本尊。 首先是外貌上的对比,乍看五官相似度高,但是也可能是受脱向了。 气质差别极大,最新露面面部及表情都非常柔和,连法令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点也不沉沦。 第二是身材变化,有网友称,凯特身形特点是腰长,而非腿长,上半身和下半身长度差不多,偏无五分身材。 而最新的露面视频中,凯特的腿看起来巨长。 第三是凯特的走路姿势,大量网友吐槽不乏太轻盈,看起来完全是二十岁的状态,替身质疑声音在起。 凯特王妃真是年龄四十二岁,一直以端庄大气的风格亮相,沉稳老练,即便年轻的时候也鲜少有这么轻盈的状态。 第四,凯特消失引发全球热议,首次公开露面周围人的反应太淡定,也是惹来质疑。 视频中,周围人不仅没有拿手机拍的,连头都没扭一下,由此可见,最新露面的凯特王妃多么不引人注目。 再来,凯特王妃此次的露面状态与前两次差别也极大,可以说三张正脸照三种模样。 与妈妈的铜矿面不浮肿厉害,全家福回到了凯特稳定水平,最新露面不仅气质活泼轻松,身材也瘦得厉害。 而且,不光是国内网友质疑凯特最新露面用了替身,外国网友也同样如此,并不认可画面中的凯特是真的凯特。 各种阴谋论传言发酵后,有关凯特王妃朋友们发生的消息多了起来,只是,他们的说辞也相对统一,均是称凯特与威廉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承受了过多的猜测。 还有传闻称,凯特王妃将在四月中旬公开健康情况,届时孩子们也会返校上课。 不过,王室内部人员透露,目前没有任何确切消息,关于凯特王妃的任何传闻仍是猜测。 另外,戴安娜王妃的弟弟也关注到凯特王妃风波,作为戴安娜王妃的亲人,她表示凯特面临的舆论压力不如姐姐大,对真相到底是什么感到担忧。 众所周知,凯特王妃做的是腹部手术,并非返老还童,到底是什么让凯特王妃减龄这么多,相信终有解开谜底的那天。